兩支登山隊 在狹小的山頸相遇 應該靠內側站 並離讓上山者 還是下山者先行 請搶答 小八 我們很愛讓來讓去啦 然後每次爬山都是 早安 午安 晚安 我覺得是先離讓上山的人 等一下 靠內側 妳個換氣來不及了 妳個換氣 妳不確定的話 那個氣不能斷掉 應該是靠近 應該是禮讓上山下山 這樣可以 就是沒有氣沒有斷掉 所以我斷氣 對 斷氣 好像是跟他 不是斷氣 妳壞氣了 壞氣 壞氣 上山的人 應該是吧 這樣上山合理 因為我們好像經驗都是這樣 有道理 上山 請妳揭曉 小三好 好 沒錯 因為上山真的很累 而且我們在這個爬山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有一個慣性 一旦被打斷的話呢 你又要再提起更大的勁去往上爬 所以通常在登山者之間呢 都會互相有一個友好跟禮貌的方式 也就是真的在狹小的山道相遇的時候呢 往往下山者會先離讓上山者 也希望他們能夠登山登頂成功 謝謝主題 極限抗衣還是障礙衝浪 是屬於極限運動的一種比賽 請搶答 還有 還有下一題 還有一條 那是我呀 什麼東西啊 極限抗衣 極限抗衣 障礙衝浪 不是 要先按才可以先想答案 障礙衝浪 障礙衝浪 你都想嗎 比方說你去烏石港的時候 有很多人衝浪 就很多人在那邊 你也要閃過那些人 也是一種障礙賽 所以也是 是一種極限運動 應該不是這個結束 有的 對啊 有抗衣品 障礙衝浪 請揭曉 好 請揭曉 來 重到極限抗衣 我們得理解一下吧 不懂 什麼意思 好 極限抗衣 就是你在做極限運動的時候 再讓自己多增加了一個難度 就是你要戴著衣服 運斗 還有那個運斗的 要燙它的那個運燙板 然後在各種 要做極限運動挑戰的地方 來燙衣服 所以你有可能會潛入水中 或到嚴峻的山峰 或者是在這個雪地 甚至在沙漠 來進行燙衣 所以它也是極限運動 一個超級困難的挑戰 太特別了 有這種事喔 真的有這種 有第一次聽說 我覺得有一點酷手 酷手 有點酷手 來 好 最後一題了 請出題 金卡納賽甩尾賽車旗 規則源自於馬術障礙賽 還是自由式的輪滑賽 請下單 太難了 太難了 楊楊 那個沈佳穎 這個妳就懂嗎 這個 這是她的 我就... 但其實我不是那麼懂 她的... 金卡納應該是... 源自於哪裡 金卡納賽妳知道嗎 我知道金卡納賽 我也有參加過 它就叫... 這就是要甩尾 它其實不是要... 它不是甩尾賽 它是一個繞追賽 金卡納其實是有公定路線的 繞追 對 它是要考驗你去記憶那個 所有的追的繞追 先不說 讓她來講 我才自由式輪滑賽 她剛才... 因為她在解釋的時候 我覺得她快講到了 叫她不要再講 繞追 不是繞追 是她說要記點 因為馬術障礙的時候 她要記幾個點 要過那個 要過障礙 要跳竿 要幹嘛 妳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 金卡納其實是說 它有一個固定的路線 就是你要按照那個固定路線 去完成這個賽事 就是叫金卡納 所以... 但是它又很像是滑輪 因為它其實... 會有一些甩的動作 在你過這個追的狀況之下 它並不是障礙 它只是要記得那個追的擺放 跟你繞得進出的點 所以其實... 你選自由式的輪滑賽嘛對不對 沒錯... 借一揭曉 來 竟然是... 馬術障礙 妳要記幾個點啊 馬術就是要記點啊 好 金卡納呢 其實這個詞啊 是出自於印度馬術的 一個障礙賽 那它跟一般的這個車速 它是用競速的方式比賽的方法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它還有設定了一些障礙 然後你在規定的路線 不可以觸及交通追 那這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時間越短 然後完成了這樣的一個比賽 就是越厲害的